好吧 沈蒙晨的这个事呢 就说到这里 你知道刚刚说到 就是有些女明星的智商 我其实说的都有点提心吊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年头 就是现如今啊 你要是不小心批评女性 你会得罪人冒犯人呢 哎呦特别严重 会产生不可预料的连锁性的后果 我这说的是 于敏洪于老师 对 那个大家可能听说这事了 最新的消息 于敏洪 老于 他专门到全国妇联机关 向广大女同胞道歉 表示深感不安和自责 我先念一下 于老师这个道歉信啊 各位朋友好 哎哎 老于是怎么说 各位朋友好 这两天 我看到听到大家的批评意见 深感不安和自责 特别是在全国妇联与国安负责同志的 批评教练帮助下 我深刻认识到 前几天在某个论坛上 针对女性的不当言论 是极其错误的 反映了我心别观念上的问题 对女性不够尊重 没有认识到男女两性 哎 我这么说不合适 我应该给老于配张图 于老师 哎 学生呢 给您配张这个配图 好吧 走着 哎 于敏洪于老师 新东方的领袖 其实也是许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啊 中国留学的教父 这次惹了麻烦 就因为呢 他这个批评了一些那个女性 大概就这个意思吧 呃 所以呢 他说的是 他说 他说其实呢 呃 事实上 绝大多数女性 都在勤勤恳恳 精进业的努力和奋斗 为家庭的幸福 国家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啊 在此呢 呃 向广大女同胞 再次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一定急去教训 加强对两性平等思想的学习 在新东方内部 积极营造男女平等的企业文化 啊 等等等等等等 那然后就是 对 就是其实他这个道歉 也蛮真诚的 那那这个事呢 我们现在要回溯一下 就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闹得这么翻天覆地呢 嗯 是这个样子的 他去参加一个 那个 实际上是一个公开讲座 对 一个 一个什么 大概是论坛性质的 然后呢 呃 他就发表了一段讲话 他在这个视频里边说啊 就关于如何改变教育方向啊 他就说啊 如果中国所有的女生 找男人标准 都是这个男人必须 得会背这个唐诗诵词 哎哎 这听上去不错啊 那你猜怎么样 那么 全中国所有男人 都会把唐诗诵词背得滚瓜烂熟 那如果所有的女生都说 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 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 我不管 那所有的中国男人 都会变成良心不好 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 就这样 那正是现在中国女生 挑选男人的标准 所以 所以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 我们常常在说 说在女性 就这个原因 那现在中国就是因为 女性的堕落 才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才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你们听说过这事吗 你说他 哎 你们怎么 你们觉得 余老师说的一段话 怎么看呢 两位空间 看不了 看不了 我怕我家暴他 就是你们忍不住想家暴 就是吧 就看 女同胞的反应就很直接 就是他们对这个事不认同 根本就不以为然的 所以我现在呢 要试着把这段视频找出来 就是现在啊 各方对于敏洪的声讨 那简直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就觉得于敏洪 这是歧视中国妇女 对 暴露着这个人本质上 小农思想 就没水平 然后又有人说 他一下子回到了清朝 他简直说着辫子 更有人说 新东方多年的声誉 就被他这一番言论 给毁掉了 等等等等 难道一番话 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我们现在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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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 就是 其实我也挺震撼的 这是在11月18号 其实就是前天了 就是2018所谓学习力大会 不知道是个什么会 于老师干嘛 要去参加这样的会呢 惹了一身那么麻烦 来看一下现场的情景 走着 好吧 这个要把声音放出来 OK 走 成功能量的评价的方向 决定了教育的方向 而不是说 写了一本书 或者是写了一个核心素养 大家去读就能改变教育的方向的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女生 如果 如果中国所有女生 找男人的标准 都是这个男人 必须会被唐氏送辞 那全中国的所有男人 都会把庞氏送辞 背的滚瓜来送 如果说所有的女生 都说中国男人 就是要他赚钱 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 我不管 那所有的中国男人 都会变成良心不好 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 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的 挑选男人的标准 所以实际上 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 我们常常说 在女性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中国是因为 女性的堕落 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堕落 好吧 就是这句话 现在中国的 就是由于女性的堕落 导致整个国家堕落 这句话 有了麻烦 同了马风波了 激起轩然打波 大家气坏了 各种人轮番上阵 而狂批于敏红 就觉得特别的扯 什么什么之类的 反正我看了之后 也挺震撼的 没想到老鱼 能够在当众的 这个演说的时候 说出这么一段来 这个挺让人惊奇的 对啊 然后呢 这个事实上 我查了一下 他在说这段话之前 其实还有一段话 其实某种意义上更狠 因为里边直接就爆出口了 就是对于某些女性的评论 他这个说的是蛮狠蛮狠的 所以呢 我们干脆一块 我现在已经 大前天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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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现场的心情啊 哎 这个 确实还是挺震撼的 没想到啊 没想到 走着 天天 把一群中年妇女放进去 哇操 像饿狼似的 抢着各种各样的免费的东西吃 完了 看着都他妈的恶心 完了 用手抓起东西来 大把往嘴巴里塞 哇操 完了 手里的编织袋 他妈把这上的东西 老外就在对面看着 哇操 完了 拼命往自己编织袋里装 完了 互相 他们为了抢东西 还揪头发 哇操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中国的女人 把中国彻底搞坏了 他娘的 老于说的是 中国的女人 彻底把中国搞坏了 他娘的 就是这段更劲爆 我倒是奇怪的是 怎么现在热传的 就并不是这段 对 其实刚才那段相比之下 还文雅了很多 对啊 他这里边 你能看出来 余美红老师 实际上是真的气坏了 就被这帮中国女人气 就是 就建了东西就抢 然后往边界的外 哇哇 弄 他说 这是实在忍不了了 对啊 所以呢 现在各方 都在纷纷的声讨 余美红 觉得他这不对啊 那不对啊 什么之类的 我们当然也不敢冒 天下之大不韦 然后非说 余美红说的 其实有道理 我没有傻到这个程度 那我也注意到 就说呢 其实 就不止一位 包括许多人都在转 比如说 著名的一位女明星 张雨琪小姐 其实呢 就专门的发微博 来那个声讨 声讨 余美红老师 我真是做梦都想不到 一位留学教父 有一天会和这个女明星 这是发生了交叉 而且是在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境之下 来看一下张雨琪 她是怎么说的呢 找一下啊 在在在在在这 张雨琪 走着 这条微博 是这样的 他说 我只能说 北大的教育和新东方的成功 都没能帮你理解女性的价值 没让你理解什么是平等的两性关系 甚至没帮你搞明白什么是平等 然后弄了一个大拇指朝下 冲雨灭红 然后无数的转 无数的赞 然后就觉得 哎呦 张雨琪说的太好了 在这里 我是要觉得张雨琪 说的事出有因 对 虽然张雨琪前不久好像是家暴 好像把一把刀插到了他的 这个老公的背上 但是我们可以想想之前 张雨琪和王全安 你不能说是张雨琪素质太差 结果王全安就去 对吧 找小姐了 这件事曾经有过吧 是吧 那难道这事怪张雨琪吗 所以张雨琪非常的悲愤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我问你 就是说张雨琪还能怎么做 还能做 怎么做 还能做什么 那个王全安才不去找 赵小姐 是吧 那你 这个咱们还是要 要讲点公道吗 这一位最爱千寻 他说 张雨琪真是会落井下石 这怎么能叫落井下石呢 我去 好了 那然后呢 那然后呢 其实我注意到还有 比如说著名作家 六六 对 也在这里 反正就是女性 现在火力全开 集中声讨 对 愤怒声讨 于敏洪来瞧 走这 这 嘿 他说我本来很尊重于敏洪 但是这些话立刻让我鄙视 对 任您多少群 鼓子里摆脱不到中国传统文化里 糟粕和天然的小农意识 你们奋斗 根本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中国走向世界 你们一旦被捉了 就是红颜祸水 灭国是红颜一笑 衰落是女性诱惑 然后我倒认为 什么时候中国男人能够认为 自己取得成就是妻子 无怨无悔的付出 不是在有钱有权之后 第一件事就换老婆 中国才算是从富翔走向闻名了 哎 六六 这是不是在暗访老虞 对吧 发财之后 发达之后就换老婆呢 但是据我所知 老虞现在他还是 他的结发妻子 是吧 所以我在这儿呢 我当然是 就是老虞都道歉了 我们当然绝对是男女平等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我有一个疑问 我的疑问是 举例来讲 你比如说在重庆 发生的那个 就是抢方向盘 然后一车人冲到江里去 这样的事 大家见过吧 然后在很多地方 我们会见到一些大妈 对啊 要么就是广场舞扰民 要么都是大妈不讲理 碰瓷 包括这个 这些我们都见过 我 我真的真心说句话 就说 我有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感觉 什么感觉呢 不是说男人就都很好 我觉得男人有很多问题 但是 也不是所有男人 都是坏男人吧 然后大家本来的希望 寄托于 就是对于女性的这种美好啊 对于他们的这种美德的这种温柔啊 什么贤惠的这种向往 但是现在你会越来越觉得许多女性 他他既不温柔 也不贤惠 而且不善良 而且还拜金 而且还很凶狠 这也是事实 对啊 我就觉得现在大家对老鱼的这个声讨吧 就变成了 有点太过 那个 因为你得联系他的那个 比如发言的前言后语 算了 我别说了 不然的话 他们到时候把我一通拍 那个 我实话招人 就于秘宏 以前是我的老师 对 我觉得我还是了解他的 我不认为他是一个不尊重女性的男人 我觉得他不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分寸的 这么一个男性 因为我印象蛮深刻的 你知道 算了 我不说了 就是那个 就是 就是别怕 继续说 我 我还是有点渗的 你知道现在连他都跑到复联去道歉了 对啊 像我这种小虾米 万一说错了 他不定被人给说说什么呢 就是 但我 我其实在我的广播节目里面 说到一个问题啊 你比如说在这个时代 对 很多的男性 有很大问题 出轨 是吧 花钱酒地 是吧 那个就是 这很过分 但是我要说一句 有些女性在这个时代 也露出让我们感到震撼的一样 是什么呢 贪婪 虚荣加贪婪 也有啊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是很大面积的 是有这种情况 这有怎么说的 就是 我们反对那种什么歧视女性啊 然后男女不平等 这是一回事 但你要说 就完全不许给这个性别提问题 一提问题就是诈 这也就 我看到反驳于敏洪文章 就是有人列举说 你男性啊 出轨多少啊 什么 这个家暴 什么 这些问题是都存在的 但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 那女性就完全无故 没有任何问题 这我觉得就就就有待商榷了 所以我其实今天提到这个话题吧 多少有一点 对这个魏老鱼鸣不平 我觉得大家现在 哎 屁了啪啦的 就是都在那 那个就是就是爆锤拍他 小白上过新东方 我不仅是上过新东方 我其实以前曾经给老鱼短暂的当过助手 所以我真的还蛮了解他 我认为这人挺好的 真的 就是人品 包括底下的私德都不错 然后你们把这么一个人逮出来 说他不尊重妇女 他其实妇女 我觉得 简直是荒唐 真的 他不是那样的人 OK OK 有人讲到说 对事不对人 老鱼说的只是社会弊病 其实并不是针对妇女 我就觉得吧 就现在 我也反对其实妇女 对 我甚至愿意和这样人做斗争 可是 你就是说最后变成 你就不许提意见 就是那什么 一说就急 一说就炸 这就这个 不是特别好 刘苏 四四四八八 小姐姐在热身了 小姐姐热什么身 小姐姐 小姐姐又大人 不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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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OK 这么说 小姐姐眼神不对了 老鱼被老婆家暴了 老鱼不会被老婆家暴了 那个 他也不会家暴老婆 OK 说实话实说 老鱼最后一句话 确实有点放飞自我 他那个意思表达 的确有问题 我觉得表述方式有问题的 而且特别容易落下画饼 但是我认为他内心真正的 想说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许多人 都读过红楼梦 在红楼梦里边 贾宝玉说过这样的话 就是他认为 男儿全都是 泥做的骨肉 而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他认为世间的男人 都是污浊的 都是肮脏的 但是他认为 所有的女孩 都是清洁的 纯洁的 美丽的 这事实上是许多男性 心中真实的想法 至少我就有过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说句老实话 就现在有许多女性的 这个状态吧 我这么说吧 女性得到解放之后的状态 其实令人有些失望 OK 坏了 不能再说了 这个再说去 好 不 坏了